范澄澄要当爸爸了,大背包?带猛娃,可以说是十分抢劲了。 其实本人一直都对各类亲子节目持之以敌,觉得不过就是明星父母风气过了现在又把孩子拉进演艺圈来博关注,取同情,树立新形象的一个新型方式罢了。 每次看电视看到类似的镜头我都毫不犹豫地换台。 但是前年夏天,我突然间对一个湖南卫视的一个亲子节目开始上了心。 追了第一季,还在盼望下一季并且每周的固定时间准时收看。 在去年被这个节目里的五位萌娃实力圈粉之后,这一季的该节目组又请来了当红小生来做实习爸爸。 说实话,刚刷到这条新闻的我是震惊的,心想这个人这么年轻又这么好看,能当爸爸吗?就算是实习爸爸也得差不多呀。 但是看完剧透的照片和这个少年的装备之后,我的心终于放下了。 准备的这么充足,这位爸爸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了。 这个爸爸实习生不是别人,就是刚刚火了半边天的范澄澄。 这个出生于2000年的花美男是通过一档选秀节目被选出来加入一个男子组合的。 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也就是某个当红女星的弟弟,长相俊美的花美男之类的。 但是这次通过亲子节目的剧透,我开始对这个所谓的流量小生刮目相看了。 昨天晚上该节目组在网络上放出了几位爸爸在乡间集合的照片。 虽然照片里的各位爸爸都在距离相机很远的地方,并且一个个的都遮挡得十分严实,但是不得不承认,范澄澄的随身大背包真的特别的抢眼。 并不是因为款式有多好看,而是这个背包真的太大了。 粉丝们看到了范澄澄背这样大的一个包去参见亲子节目的录制,都在夸赞范澄澄准备充足。 看来为了能够很完美地照顾好自己的孩子,范澄澄真的是快要把家都搬来剧组了。 就冲着范澄澄这样的劲头,看来这个爸爸是可以胜任的。 虽然最新一季的亲子节目刚刚开始录制,但是范澄澄的各路粉丝们都已经等不及要看范澄澄带孩子的场景了。 甚至是还有粉丝喊话说范澄澄如果需要妈妈他们都可以去帮忙背包。 看来范澄澄这个小男孩真的是一块粉丝吸铁食啊。 范澄澄澄出道的时候就对全世界说过,一切都要靠自己。 通过唱歌跳舞相信观众们都已经看到了他的努力和进步了。 那么我就通过他这次当爸爸的实习继续来看看这位偶像,会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精彩表现吧。 mobeing aqu mechanism che 坡 泪 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